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小马视频,我是小马 这次视频呢,为大家介绍HTML5的Title和Base两个标记 首先看一下Title Title呢,是咱们页面显示的标题 而Base呢,是指着咱们这个页面基本的路径 或者叫做目标帧的设置 咱们下面呢,会具体的看到 首先呢,是Title Title是设置网页的标题 可以显示在浏览器上 Title是Head标记的子标记 所以呢,要写在Head标记当中 这个呢,也是搜索引擎优化SU的一部分 所以呢,给自己的网页起一个好的标题 更容易被搜索引擎找到 Title的写法呢,非常的简单 像这样,一个开始标记,一个结束标记 然后里面呢,是Title的内容 这样设置的话呢,浏览器就能够正式显示咱们的标题了 好的,接下来咱们再看一下Base Base呢,它也是要写到Head标记当中 它呢,可以指定网页的基本路径 或者目标帧 有两种基本的用法 我们呢,来一起看一下 首先是HREF 它呢,指定网页跳转的基准的URL 如果不指定它呢 则默认在当前网站的当前路径进行跳转 咱们看 写法呢,就是像现在这样 在Head中写一个Base 然后写上HREF 具体跳转的效果呢 一会儿咱们在例子中呢,会看到 大家呢,请不用担心 好,这个呢,就是这个第一个属性 HREF的基本的使用方法 接下来我们再看第二属性 Target的使用方法 Target的属性呢,它可以指定网页链接的跳转的目标帧 如果不指定的话呢 则在当前页面中进行跳转 什么意思呢,今天也很复杂 其实在咱们网页中呢 有好多A的这个标准的LTM链接 当咱们点下之后呢 页面会跳转到新的页面上去 那么它会告诉流暖器 是在当前页面跳转 还是在开一个这个帧 或者叫在开一个窗口进行跳转 好,我在这儿呢,给大家举一个例子 比如说我在这个地方写一个标准的LTM的A连接 请稍等 我让它连接到百度的官方网站上去 所以呢,HIF,我这写上百度 同时呢,我想让它在一个新的窗口中打开 不要影响到咱们浏览器当前显示的内容 所以我这Target呢,等于一个下滑线Blank 然后呢,页面表示文字呢 我用百度的英文字母 OK,这样的话 当用户点击百度英文字母的时候呢 不会影响到当前浏览器的内容 而在一个新的浏览器窗口中呢 显示百度的搜索引擎 就是这样 在这里呢,我单独指定了Target等于下滑线Blank 也就是说,让这个百度搜索引擎 在新的网页中显示 如果我不指定的话呢 它是在当前网页中显示 但是如果我在上面 Head部分指定了BaseTarget等于下滑线Blank的时候呢 那么这个链接同样也会在新的浏览器中显示 这个就是BaseTarget的使用方法 接下来我给大家看一个综合的例子 这个地方呢,我设置了一个基准的URL 就是说网页中所有的A链接都应该在这个URL下打开 同时呢,设一个Target等于Blank 也就是说网页上所有的链接都应该在一个新窗口中打开 好,就这个代码呢,咱们看一下实际的效果 这是为大家准备的一个例子 定义了两个Base 一个是目标的网址 一个是目标帧 下面呢,就有两个A链接 也就是说,当我点下A链接的时候呢 要在这个网址里面打开 同时目标帧是Blank 好,我们看一下实际的效果 请稍等,好的 当我点击主页链接的时候呢 它会在一个新窗口中弹出 AAZZZ下滑线index.html 这个AAZZZ呢 就是咱们Base所设的目标的网址 index呢 就是咱们需要链接的文件 咱们大家挺看 这个地方就是我设的目标网址 所有的文件都会基于这个网址进行打开 然后index呢 就是咱们这个主页这个链接所设的文档 然后咱们再点一下这个新闻的链接 它也是在一个新窗口中弹出 并且呢,弹出的网址也是AAZZZ 然后弹出的文件呢 是news.html 这个是新闻自己链接所设的内容 好的,效果呢,就是这样 接下来我把Base标记呢 屏蔽起来 然后咱们再打开网址器 看一下实际的运行效果 请稍等 由于没有指定基准的URL 同时呢,也没有指定那个弹出的目标帧 所以呢,主页按下的话 也会链接到htmlink上去 但是呢,它在一个新窗中打开 因为呢,主页的这个链接 我定义target等于下号线blank 就是这个地方 接下来咱们再点一下新闻的链接 它呢,网址肯定不会变 还是127的这个网址 然后呢,新闻会变成news.html 同时,大家注意看 没有在一个新的浏览器中打开 而在当前浏览器中进行了跳转 因为什么呢 我没有对新闻这个链接增加target 这个属性,就是这样 通过这个简单的例子呢 我想大家可以理解Base标记 基本的使用方法 不过以我的经验来看 在实际项目中呢 应用到Base的场景可能不会很多 除非这个项目中的页面呢 它是由附助帧组成的 否则呢,应用性比较小 不过呢,我把这个作为一个支持点 介绍给大家 如果在您的项目中 万一遇到Base标记的话呢 只要您不会感到陌生就可以了 好了,以上呢 就是我给大家分享的所有的内容 今天的视频呢,就录到这里 谢谢大家观看 咱们下次再见 拜拜 咱们下次再见